各位先进 各位伙伴 大家早安 我想先请问一下大家 在教育的岗位上面努力了这么久 有认为台湾教育堪称世界级的 可不可以举个手 哇 谢谢校长 我们给校长一个掌声鼓励 好 大家可以想想看为什么 大家觉得我们对台湾的教育 没有世界级的信心 那这边有一个书面资料 先邀请大家用QR Code 扫一下 这个书面资料里面会讲到 从2021年开始 我们临维寿命 接受梅克尔总理 他的一个政策智库的邀请 参加他在亚太地区 希望搭建的一个教育政策平台 那参加这个教育政策平台之后 这个梅克尔总理他的智库 他认为说 哇 他发现台湾 其实拥有世界级的教育体系 为什么 我邀请大家 扫一下QR Code 详情写在里面 还有 我看大家先扫 好 还有没扫完的吗 好 都扫好了 所以今天我想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就是台湾已经有世界级的教育体系了吗 那如果外国人眼中是如此的 为什么我们自己感受不到 是中间是不是 好 OK 这个故事很长 但只有十分钟 所以我长话短说 综合这两年跟德国智库 他们合作的经验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台湾的教育体系当中 当事者有很大的自治空间 所以自治空间 我广义地说自治 包含从台湾的教育改革开始 是从民间开始推动 从体制外教育变成体制内的实验教育 教科书 课纲共同审议 学生 家长可以加入国家课纲的审订 这是非常稀有的事情 NPO可以走入校园 像昨天有LIS 还有像台湾吧等等的 可以走到校园里面去 或者是DFC这么多的单位 还有像台湾青年气候联盟 这些都是很稀有的案例 校本课程让学校长出自己的课程来 也是很特别的现象 另外一个是民生基础建设 就是说我们台湾 虽然大家可能说劳健保要破产了 但相对来讲 台湾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基础建设 还有包含我们基本的数位化的程度 这两个相辅相成之下 使得当事者在自治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相当的后盾 也就是说我们有基础建设为后盾 而以这个基础建设为后盾 我们也支持了当事者 可以有更多自治的空间 在这样子的交互作用底下 涌现出一个相对民主平等的 教育创新文化与生态 那我们来做一点简单 很粗略的比较 就我们常常讲说外国月亮比较圆 但是我们来看看从这两个相度来看 自治空间相对 相对有一点自治空间的 美国可能是 像他们homeschooling 是全世界相对比较早的国家 那他们的体制外学校 free school free school movement 也是全世界比较早的国家 但是人民有多少空间可以参与到国家的政策制定 我想大家可能清楚 比较多是由财团跟这些lobbyist来掌控的 欧洲呢 部分国家是如此 但部分国家其实非常的严格 举例来讲瑞典跟德国 他们是完全不允许在家自学 你如果在家自学的话 可能要被警察 要把你的孩子从家里面带走 去替你来照顾他 那日韩的话 基本上虽然当地也有一些很棒的体制外学校 但基本上是属于一个 属于这个话外之名的概念 大家等于说 你不管我 我不管你 你不要来参与我们主流体系 另外这个民生基础建设的部分 这一次疫情期间我们就非常明显 这个美国虽然它可能相对有高度的教育自由 但是也有很高的不平等 因此在各种社会冲击底下 往往教育这件事情是完全没办法顾的 大家在顾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去学校 因为很多孩子没饭吃 在家没办法得到好好的照顾 在美国家里面没有爸爸的 也非常多数 欧洲的话我想可能各个国家不太一样 有些国家有很高的民生基础建设 日韩有很高的民生基础建设 但是两个坚固的 好像在全世界的所谓的先进国家当中 台湾算是非常稀有的 因此他们看到少了这两者 好像没办法向台湾长出这样子 民者主平等的一个教育生态系 但是明明外国人看到我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为什么在现场的大部分都看不到 那我想从我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行动与研究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大部分人把学习理由当作一个纪录片 或者是一个个人奋斗史 那其实对我来说它除此之外 也是一个长期的研究 它其实是一个自然实验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大部分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谈教育有问题的时候 往往都在讲第一个 家长老师的观念有问题 或者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学校里面 有太多的考试 很多排名 或者我们认为这个学校的教学 太过于传统 或者我们认为孩子的未来的选择太少 就可能像一开始教改所主张的 那在我所拍摄的这个人文实验学校 当年第一次考基测 它其实就有一个自然实验的空间 控制了这个 就等于说那边没有生学主义的 基本上没有生学主义的价值观 那就是反生学主义才过去的 然后那边没有太多的这个支笔测验 而是用现在我们也鼓励使用的多元评量 或者是成果报告 学习历程等等的 自编教材 混零教学 自由选修 而且当时虽然没有这么丰富的 这个多元升学 或者是多元进入的可能 但是学生其实也知道 我可以高中考同等学历进大学 所以透过从国中到大学 就是22岁 其实有些人也没有大学毕业 到22岁的长期研究 来看看到底这个自然实验底下 控制这些我们常常认为教育 有问题的变因之后 是不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教育问题 依然出现 表层的 大部分的教育是觉得关怀的 就是说在所谓的这个体制外学校 现在的实验学校底下 学生确实是有更多自发性的 这个自发性当然有点不幸的 它是体现在于说 学生是有负责任的去自发参与自己测 自发准备考试 自发要求我要有比较准备考试的学习 因为本来不是这样子的 那自我负责地去面对 即便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有看过纪录片 我会知道 在过程当中很挣扎 很困惑 很多矛盾纠结 但是他还是决定咬牙撑下去 所以其实展现了高度的这个自发性 另外的 他们回到体制之后 在纪录片可能比较没有看到 他们基本上都成为了 这个学校里面的领袖 因为在这个实验教育当中 有更多元的学习 所以他们在有更多特质可以被看见 所以成为社团干部 学校代表 或者是代表学校 去得到各种殊荣 不亚于体制的学业成就 像我的这个纪录片当中 这几个主教们 他们基本上都进入所谓的 例如说语文班 或者是这些比较特别的班 那这其实支持国外的先行研究 就是说 其实这种所谓的free school alternative school 它对于学生 这些方面是有帮助的 就是养成对学习的负责任的责任感 或者是说 能够培养他们带着走的能力 但在这个表象之下 还有什么 举例来讲 这个本来他们可能抱着很多元的想法 但是可能大家看不太到 我就念出来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开始觉得说 你如果上烂学校 你就会交到烂朋友 你就会变烂 或者是说 这个开始变得很害怕失败 或是开始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 本来不是如此的 却渐渐变得如此 这些往往是我们主流教育学的 这个各种研究指标当中 可能忽略的面向 那我如何继续去研究这件事情 我用一个故事来说 可能大家会更有切身的感觉 少年达温西 到不得已的职业巨人 他是这部片里面 大家可能印象度最高的主角 他叫丽安 很小的时候 他就自己有做那种 就有一点做机器人的能力 然后自学可以做3D绘图 常常在思考一些什么宇宙的问题 例如说大爆炸等等 十几岁就在思考这些问题 扮演的自学 能够爵士钢琴 爵士钢琴就能够即兴演奏 非常地有才华的人 一开始他也是不太 不太学这个机策的考试 或者是这个主流教育体系 讲说这些成绩都是一大堆废纸 但是渐渐地随着这个 他去面对机策 回到体制的过程 他回到体制 虽然是进入所谓的语文班 但是他发现在那边 他没办法学到 他真的想要学的东西 但是他也渐渐地 他觉得说好 那我是不是撑下去 我去考到一个我理想的学校 我就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 他就这样子说服着自己 然后在高中的时候 除了社团干部 在语言班 好好地把这些书读下去以外 就很安分地没有再去做他以前 例如说他在国小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维基百科 就已经能够发展出来3D动画 或者其他这种天赋才能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 第一个他没有 他虽然考高中的时候 是考到所谓语文班 但是他考大学的时候 基本上只考了上私立学校 所以第一个显现出 这个教学方式 他在主流高中的学习方式 可能不太能够让他的学习有所发挥 另外一个可能更不幸的事情是 他上了大学一段时间之后 真的觉得学不到自己 因为他没有被分发到 他想要的系所 所以他学了一段时间 想要转系的时候 结果家里面出现经济的困难 他本来 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都很有感 也就是说3D动画 或者说机器人等等 这都是很夯的时下的工作 但是他高中那段时间 完全放弃了这些 使得他在大学期间 准备转学的时候 家里遇到经济问题 他没有足够赚钱的能力 所以他只能当职业军人 他到最近一两年才重新回大学 他现在已经差不多30岁 所以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一个现象 一个机制 我把它叫做分配依赖 目前正在研究 有在国外的期刊发表 我简单地讲 这可能会讲很久 但是只要 这个机制是什么 就是说只要人认为 自己的生存或生活 是仰赖一个人工体系 所分配的资源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 我们会依照这个分配的依据 来同化跟裁切自我 第二个 会使自己的行为跟性质货币化 例如说我今天做这些事情 就是为了要去兑换一个入场卷 诸如此类的 个体之间的一直性 因为分配依据的视性不同 所以变成等差与序列 本来每个人多元 多元可以是平等的 但是你放到一个准神之下 这个多元就成为了序列与等差 第三个 脱离资源 第四个 这个脱离资源的自然循环 忽略资源被经手分配前的 真正资源 这讲得有点抽象 但我讲一些比较具体 现在还在发生的案例 举例来讲 这个从 所谓的 那个叫做什么 超额比序 还有 超额比序 还有学习立正档案 大家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利益良善的政策 但为什么大家还是在军队竞赛 这件事情可以解释 然后除此之外 例如说特色学校 大家觉得特色学校是很棒的政策 但是经过我个人的一些访谈 跟田野的经验 在特色学校当中 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所谓的特色的学生 例如说我就听到一个老师 他自己的亲身自白 他讲说他们是一个山地的原住民学校 这原住民学校 他们要以这个体育为主要的特色 但是有数学的才华特别好的学生 但是身体有点 就是没有那么灵活 所以就被搬上视为老鼠屎被排挤 然后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学习资源 所以换句话说 虽然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学习指标 而且是更 试着往更多元的发展 但是依然变成这个等差序列 那所谓脱离自然资源循环 也就是说 你今天在学习的事情 是为了要去达成这一个分配的依据 但是并没有去回应到 所谓资源之所以可以被循环的理由 所以立安他失去了这个 当下去就业的能力 那我想政府的很多预测 例如说两兆双星当时预测说 生计产业会成为一个未来的出路 但是我们后来出现了非常多的 他们也很有能力 但是他们没有去找到这个资源循环的依据 成了很多的流浪博士 所以依然只要说 我们依然受分配依赖驱动 制度再怎么改 那我们很多 这些我们看到的局面 其实会换汤不换药的再出现 那如果我们用文明的尺度来讲 这也是我持续在研究的议题 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 线性消耗的过程 我们人类专注的这个 去开发资源 分配资源 让我们去依照这个分配的依据 去竞争资源 占领资源 而占领的资源 例如说我进入台大之后 我不可能把所有台大的资源都用完 那些剩余的资源就被浪费 这件事情在自然界如此 在我们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那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如何去避免落入这个 分配依赖的学习模式 在我多年的 就是从2009年到现在的行动当中 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可能性 从私中学 做中学到德中学 Learning by Caring 我用一句话来讲 德中学的精神是什么 是以自我实现去承担社会需要 今天你有所关心 你去为了你关心 去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 你尝试去为你所关心的事情 去做出贡献 当你做出贡献之后 会得到各种的回馈 这些回馈都 不论是别人口头上面给你的回馈 或者是各种实质的人脉 或者是各种 甚至是货币上面的回馈 都成为你学习的土壤跟资源 让你可以做更多的关怀时间 那时间不够 所以我没办法讲这么多 曾经有一位 本来是基策考三次 都没有考上 在家宅了一年打电动 连上厕所都不出门 吃饭不出门的青少年 他后来知道我有拍这个部纪录片 他觉得自己是体制的受害者 他也想要为这件事情做一点努力 所以他加入了这个行动计划 一起去做很多事情 那后来他发现 其实这个不只是一个教育体系的问题 可能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 所以他开始去关心永续 他去学蒲门农法 然后跟爸爸一起在南澳创自然田 到后来他现在成为 台湾等于说是永续议题相关很重要的一个 YouTuber 大家可以去查三小日子 山是山脉的山 然后小日子 就是透过这样的循环 让他可以不断地长到今天的样子 他没有上主流高中 也没有上大学 另外一位同学 他本来是在所谓的自由班 但是在那边过得很痛苦 然后也很边缘 也很退缩 但是他一样对这个教育体制有所不满 所以加入我的行动 加入我的行动 一起到国外采访 那到后来他希望说这个学校这种 没有意义的 他希望可以改变这个学校没有意义的状态 那在这样的行动驱动底下 他也累积了很多的学习 有了很多新的见识 后来他同等学历上动画研究所 然后也成为国际一些组织的代表 那我自己也是类似的经验 那这些事情能够发生 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它是一个自然涌现 而不是你叫他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案例 不是我叫他要这么做 而是他自发这么做的 那要能够自发发生这样的结果 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如果它是他律要求的话 那其实会落入就是 你没有做到那你不应该这样子 就会落入这个分配依赖的逻辑 那我发现的是 你要让自发的立下性 可以充分开展 那我自己的 这可能有很多 这是接下来需要再去研究的 研究的一个大题目 不过我初步的发现是说 你必须要让学生 让孩子 有一个充分被尊重 跟充分 就是心里能够健康的环境 他才能够有利他性可言 不然的话 当他认为这个是 全世界都亏欠他 父母亏欠他 老师亏欠他的时候 他可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我想在实验教育的 老师们可能也会 也会有这样子切身的经验 就是大部分 从主流学校到实验学校的学生 他们大部分都需要经历一个 所谓的detox 或是解读的过程 大概就是反映这个现象 可能后面的照片不太确定 都没办法显现 但是后面本来是要放一些新闻 就是不论说我们学习历程 变得商品化 或者是变得新的具备竞赛 我们还是用规格要求 不论是我们用规格要求的角度来去看 或者是说学习者 老师 家长 依然用规格要求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教育政策的时候 分配依赖的事情不会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去营造一个充分的条件的话 那有一些事情就可以自然涌现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台湾 别人觉得我们拥有这两个条件 所以可以涌现出一个民主平等 创新的教育生态系 所以如何让我们这个现场 对于世界级教育体系要有感 还有给未来的课纲有什么参考呢 规格要求基本上是一个 complicated system technical complicated system 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就像电路板一样 我们可以做出很棒的电路板 有很棒的这个 很好的这样子的产品规格跟良率 但是有良率的话必然会有淘汰 那我们当社会像昨天有讲到VUCA 但是这没办法讲太多 我们面对一个复杂多变的状况 那人也不是电子 他没办法完全地被套用在 像电路板或这样的机械的 这样子的系统当中的时候 一个系统要如何涌现 蚂蚁 人家在它认蚂蚁或者是蜜蜂 鱼群 候鸟 他们人类认为他们没有很高的智能 但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么 这么丰富 这么厉害 涌现出这么厉害的这个协力的系统呢 是因为涌现 那涌现的话 来自于他今天有一个适当的生存条件 如果他没有一个适当的生存条件的话 他也会走向灭亡 所以未来的课纲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从我们希望学生们达成什么指标 到课纲作为一个指导或辅助 协助老师跟家长去共构出一个学生能够往理想状态成长的一个条件的指导 或者是参考呢 这是我邀请大家一起做的凡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